由于刘靖的母亲强力反对 秀燕和刘靖选择隐婚 可是两年来 辛苦存下的二十七晚 却被丈夫刘靖悄悄取走 而秀燕无意中得知 刘靖的母亲一直安排她和别的女子相亲 这对隐婚两年的夫妻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刘靖和她的母亲会来到现场 接受秀燕的告白吗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来 问你几个问题 你觉得你老公和他妈妈会来吗 我希望他们两个人都会来 如果你老公真的有了别的女人 如果他真的有了别的女人 我希望他给我一个说法 他是不是真的爱上其他女人了 如果是真的的话 我会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我自己 怎么保护 要回二十七万 各种赔偿损失 其实是精神上面的 精神上的赔偿和损失 对于他出轨的代价 是吗 对 是的 如果你的丈夫确实没什么 是为母亲所破 所以呢 这段时间也不归宿 你能原谅他 我能原谅他 而且我也希望我婆婆给我机会 那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来开启告白之门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对 三 二 一 三 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刘静 来自湖南 你来干什么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要好好说说他 你为什么要说我呢 是你做的不对 你知不知道什么 就加仇不合买他 而且你让我很伤心 我没想到在你的眼里 我是那种人 这27万都没了 而且我问你 你又不说 对不对 你又不告诉我 我跟你说过了 钱的事情我来管理 我来投资 我来负责 你不用操心了 但是你告诉我 我们本来年底要买房子的 对不对 我跟你说过 我来管信我就行了 那我当时 之前是不是这样说的 但是你要告诉我呀 对不对 你要告诉我这钱去了哪里 比方说你去投资了 你投给谁了 你去投资干嘛了 你懂吗 这些你懂吗 我不懂的话你要告诉我 你要明着告诉我 要跟我说 我辛辛苦苦存了这么久 投资 不是你今天投明天就能还 你又没有理财观念啊 那如果不还了呢 所以说我这事情交给我 房子我来买 结婚信我跟我妈说 那你没有跟我说 你要跟我好好删呢 你好凶哦 来来来站好站好啊 你所有的话让我感受到一点 好像你们的婚姻只有你一个人 你为什么这么大的财产的动向 你为什么不可以跟他商量 虽然他不懂 你至少要通知他一下 因为毕竟这27万当中 大部分的存款是他在努力 而且这27万对于他来说 是挺直腰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你应该可以理解 现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27万大致是做了什么投资 我朋友是开发商 开发商才有内部的房源 然后我们先用朋友的名义 去买这个房源 然后转手 这炒房是南天炒房 但是这个还比较来钱块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跟他说一下呢 我跟他提了投资 但是这个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说太详细 27万拿去投资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买房 我是想买一个大房 这样的回答你还满意吗 我比较难接受的是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 就像他刚刚过来 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凶 对吧 他觉得好像我们把我们的家设 暴露在就是现场观众面前 但是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能清清白白的 投资你觉得吗 他开始跟我说就好了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需要时间好不好 不是说今天准备明天真的有惊喜 你买房这么容易吗 那你开始跟我好好说 你跟我三两 你一夜之间把这个钱取没了 那我怎么想 我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那笔钱对你那么重要 我只是在充分利用资金而已 而且刚刚你也没有听到嘉宾们都在那你说 说你有其他女人啊 而且刚刚 所以我就说你 我就说你不知所谓 你说那些话我都不明白 我好好一个怎么变成那个样子了 我觉得你真是不知所谓 你好好想一下 你到底说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家现在被你说成什么样子了 人家看到你跟你妈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们三个人一起吃饭 是怎么回事呢 我跟你说过 我妈 你当时说过你不会再去见相亲对象的 我没有说过不跟你见相亲对象 但是我绝对没有东西乱搞 这我跟你说过 这个怎么个事 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印象 但是有可能说是我妈介绍的相亲对象 然后我去去跟她应酬一下 有可能 但是说实话 这个事我这么没往心里去 就这已有一老话了 还天天为了听母亲的话去相亲 你不觉得烦吗 这个是我该受的烦 该受的烦 你不期望这种烦早点结束 这个事情我正在努力中 说实话 姑娘我真的没有看出来 她对你有多么情深似海 我觉得小伙子一上来 就对这个姑娘可以说是咆哮 然后始终是这样的一个姿势 非常的抗拒 我完全没有感到 她对你的呵护和给你的这种尊重 作为你的妻子来说的话 其实她希望的是什么 就是她能知道她的丈夫 哪怕你不给她 你告诉她她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她要的仅仅就是这一些 她希望你可以尊重她 甚至她希望她可以帮你分担一点 难道你们要一直这样隐婚下去吗 不要公布的那一天吗 我们是有一个计划的 因为我们 我们实际上差不多明年的话呢 我们就能差不多 如果顺利的话 买到房子就向我们公开 用一套房子来证明你们真正的相爱 这本来就是个很玩笑的东西 真正的真爱用什么可以证明 只能用真实的守候 生活当中真正的温暖 才可以证明 你买到大房子就能证明 你们俩是真爱了 就是不贪图你们家钱了 可笑吗 对不对 那你爸妈也会说 你买到这么的房子 跟我们家这么有钱相比的 还是差很大嘛 对不对 真爱是不可以用物质来证明的 但就像您说的 有时候你们有物质基础的话 会给人很多怀疑 对 我觉得是要有物质基础 但是用物质基础来证明真爱 这本来很可笑 如果你的房子买了之后 你公开 你妈妈还反对 怎么办 跟我老婆在一起 告诉我妈妈 我依然爱 那么这一天 我们就觉得 你也不保持 凡事 你也不保持 我保持 你一定是没没 我保持